《佛教小故事》 人生大智慧 《恶口撒暴》 今日讲的是法具《庇域经》中的一个故事 过去有一位佛家沙皇 国物财、色、名、食、睡是优老的根源 就将国事交给太子 自行替法出家 想去佛所追随佛学 这日他来到黄赦城外面 托拨黑食之后 眼看就可以见佛文法 不幸在城门附近 就被一只新生产的母牛撞死 牛主认为不祥 心生恐惧 将牛转卖他人 卖主牵着牛至河边喝水的时候 谁知牛忽然从背后又将他撞死 他的儿子非常气愤 把牛杀了 拿到市场上出售 有一个乡下人 向来喜欢吃牛头 就买了牛头 用淡挑担回家 准备大饱口福 但在尼家 约一里多路的时候 身体觉得疲乏 就将牛头挂在树枝上 坐在树下休息 过了一阵 忽然条绳断了 牛头跌下来 牛角正好刺入乡下人的头中 当下他就命中了 这只母牛一日之中连杀三人 消息传到平沙王的耳里 觉得很奇怪 就带着群臣来到佛所 鼎礼佛后问佛 誓尊有一头母牛非常奇怪 一日连杀三人 其中因果变化 请你开示 佛同平沙王说 愿对有本源 不是今生的事 平沙王说 愿听愿由 佛说 过去世的时候 有三个伤人一同到他国经商 有一次记住在一位孤独的老妇人家中 照理应该缴付食宿费 但是这三个伤人 见老妇人 孤独可稀 不肯扶杖 等候老妇人不在的时候 偷偷离去 老妇人回来不见他们三个 信问邻居才知道都已经离去 顿时气愤万分 随后追逐 乃至精疲力尽的时候才赶到 于是严加集备 并且杀取食宿费 这三个伤人 不单止不付账 反而就骂 我们已经付过账了 你怎么还来讨钱 讲完 拳脚交加 又打又骂 始终不肯认账 老妇人 世丹力薄 无可奈何 奥脑就世 对三个伤人说 我是穷困人家 你们怎么忍心欺负打骂我 我现在拿你们无办法 但是我就愿来生所生之处 只要相逢 一定要杀你们 纵使你们得了道 我毕竟不放过 非要杀了你们 否则 世不甘忧 佛同平沙王说 当时孤独老虎 就是现在这头无牛 那三个伤人 就是被牛撞死的 弗家沙王等三个人 于是 世丹就说了三手解忠 恶言马利 叫灵灭人 兴起事行 侄愿自生 信言顺慈 尊敬于人 气结忍恶 侄愿自灭 扶事之生 苦在口中 所以斩身 尤其恶言 佛讲了这段恩怨之后 平沙王和冠淑等 莫不恭敬宿目 愿意崇奉善行 乃作礼而去 师父讲 今日世界的动乱 根本原因 从哪里来的 冤亲寨主 我们自己的冤亲寨主 工业里面的冤亲寨主 未平伏 过去今生 我们同一些人 结的怨仇 他知道了 他有了能力 我们因缘相会 他报复的心 起来了 这个念头一动 那就不知道 他要怎样对付我了 我们要明了 聪明人 怎么样呢 回避 忍让 希望化解 不能够对抗 这个对抗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太可怕了 终于遇到恶的冤家 过去生中 我将他杀了 这一生当中 我应该被他杀 被他杀的时候 毫无怨恨 这个结 化解了 如果我被他杀了 我心里面不服 我还有怨恨 来生我还要报复 还要杀他 这样生生世世 杀来杀去 永远 不会停止 这就是佛家常说的 愿愿上报 没完没了 彼此两方面都苦 何苦来呢 真正一觉悟 算了 不再做这个傻事情了